手法招招幽闷 强梁夜夜欢歌 损人利己 骑马罗正直公平挨饿 修桥补路的瞎眼 杀人放火的耳朵 我到西天问我佛 佛说 我也没辙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沙克多尔曼纪啊 被这雅尔哈善杀了 至于啊 这四千步众是不是被冤杀 咱们在这儿啊 也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因为这历史故事嘛 历史已经发生过了 咱们知道事件就行了 这是非公论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所以说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可咱不能忘了呀 关于这个雅尔哈善杀祥的故事啊 咱们是在咱们这段书里 硬插进来的一个故事 您忘了没有啊 咱们当时不是正讲到 这个赵慧突围吗 这回啊 咱们书就接上了 就在这雅尔哈善的杀祥以后的一个月 那就是乾隆22年的正月 22日被困在这个乌鲁木齐 以东北一点 特纳杆尔古城的赵慧呀 终于得到了雅尔哈善的接应 这雅尔哈善呢 这回也算腾出手来了 于是呢 他派了800人 这个数字是青史稿记载 不过在圣武记里边记载呀 是2000人 由一名啊 领着侍卫贤的军官带领 就到达了特纳杆尔来解救这被围困的赵慧 这名侍卫的名字呀 叫图伦楚 你还别管是800呀 还是2000 这一下子赵慧 无论从这个人员到这个物资上啊 都得到了补给 一鼓作气就杀出了重围 抵达了巴里昆 关于这一点呢 史书上的记载也不尽相同 有的史书记载呀 说这赵慧是到了巴里昆之后 整顿了军队在出征的 也有史书记载说这赵慧呀 根本就没到巴里昆 得到补给以后 直接就奔了草原去剿灭叛军了 咱们在这儿也评管呢 这赵慧是从哪出发的了 他为什么着急忙活的 又要杀回到草原上呢 因为呀赵慧这会儿啊 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 这消息呀 是深入到叛军当中的 一个细作发回来的 这消息呀 是关于叛军的二号人物 辉特布韩巴雅尔的 这密报当中说 这会儿的巴雅尔啊 正在这个穆磊一带流算 于是这赵慧带着人就去了 哎怎可惜呀 当这个赵慧把军队带到了穆磊之后啊 才发现这巴雅尔啊 文风早顿了 听说这大军要来 这巴雅尔吓得呀 颠了 这一下子这赵慧也算是扑了个空 也只好带领着自己本部的人马呀 回到了巴雅尔 哎先做休整再说吧 可是这事儿啊 被乾隆皇帝知道了 这消息被揍爆到这个朝廷之后啊 这乾隆皇帝是既高兴又感动 这乾隆皇帝高兴的是什么呢 他解气呀 自乾隆二十年一争准二出征以来 这胜仗虽然也打过 但是这随军领兵的将领 实在是让自己太失望了 这魏拉特人就别说了 叛乱的叛乱 投降的投降 就说这巴奇将领吧 也没有一个呀 让自己看着舒心顺遂的 这班帝恶荣安 虽然杀身报国 但是死的就显着那么的无能 被困黑山头啊 走投无路才选择了自杀 测棱玉宝啊 不但无能 还编瞎话啊 糊弄震攻我 结果呢 在乌鲁木齐被叛军杀了 杀了杀了吧 一点也不可惜 就即便是啊 在前线现在领着兵子 达尔党哥和这个哈达哈呀 也都是废物 一个呀坐师军机 另外一个呀 因为胆怯 大军停滞不前 人家说就在这种情况下 这乾隆皇帝听出了 赵慧的一系列表现之后 他能不高兴吗 因为呀 他总算遇到一个将才了 那这是乾隆皇帝的高兴 那他感动何来呢 哎他知道啊 这赵慧呀 在冰雪苦寒之地 被围困了一个冬天 被营救出来之后啊 第一件事并不是跑到后方去休养 而是带着兵啊 立刻去追缴了叛军 这乾隆皇帝就琢磨了 不白这样的人为帅呀 那简直是我大清国 在前线莫大的损失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 亲笔写下了一封御旨 这旨意里啊 乾隆皇帝写的清楚 封赵慧为一等五一博 寿护不尚书 香白旗 汉军统领 领士为内大臣 这里边啊 别的都不重要 这领士为内大臣重要 在正经的这个清代武官官职的排序当中啊 这领士为内大臣就是武将之绝品 正一品的官衔 武将里边到头了 这封完了赵慧 这乾隆皇帝觉着还不够 一伸手啊 又把手上自己的玉扳子撸起来了 哈家这玉扳子值钱了 正经的和田杨纸玉啊 上边还撬叼着撒金瓶 撸完了扳子 这乾隆皇帝觉着不够 于是从怀里一掏啊 又掏出自己的鼻烟糊 哈家伙这鼻烟糊 整块的甘男红玛脑掏的 一面是素面 另一面啊 整雕的是松鼠葡萄 一玉多子多福 这玛脑不值钱的公值钱 掏的呀 跟纸一样薄 有个名儿啊 叫水上飘 香金口 米拉盖 里边的烟铲子呀 哎 都是带帽的 这封赏的物品呢 连同圣旨 正要往这个边疆打包送 这乾隆皇帝觉得还不够 一伸手啊 从腰间呢 又把自个儿的 盒布顿下来了 有人说 这盒布能值几个钱呢 有 这可是娘娘秀的 这是孝贤皇后的遗物啊 这乾隆皇帝 能转赠给赵慧呀 那这就是天子 给的天大的脸 并且这乾隆皇帝随旨 还提拔了一个人 谁呀 这就是平定这个清滚杂补的 彻翼之乱的 成滚扎布 这一下子 这清军呢 又形成了两支大军 这才呀 再次入疆 是直扑一礼 这北陆军的主帅呀 就是成滚扎布 这西陆军的主帅呀 就是赵慧了 这二位将军出征一礼呀 咱们先放放下文书再聊 今天呀 咱们得讲一个呀 在这场战役当中 汉人的故事 也就是汉军的故事 咱们都知道 这八旗里呀 是有汉军的 可是这清政府 清朝皇帝 哎 清朝统治者 他不认为呀 他们八旗里 这些汉军呢 是汉人 除八旗之外呢 他们单给这些汉军起了名字 咱们都知道 叫什么呀 叫绿营兵 有人说叫陆营兵 我念不习惯 我只能念绿 原因很简单 这汉军旗 你那旗子就是绿的 我凭什么管它念绿啊 就跟那有人说 我这个念整黄旗 整白旗 也是念错了 它俨然的嘛 那个旗子也是整个红的 整个白的 整个蓝的 和它相对的 就是带着香边的蓝的 香边的红的 和香边的黄的 所以说呢 在我嘴里呀 就是整黄旗和香黄旗 整黄旗的意思啊 就是整个旗子都是黄的 香黄旗的意思呀 就是给这黄旗外边 像一个边儿 再者了 您甭试图纠正我 老舍先生啊 就是这么念 我不能不随着 贪随了您 所以说事就是这样 很多毛病啊 它改不过来 就是改不过来 您说它错了 也没拙 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接着聊 这支绿旗部队 这支部队 大概有多少人呢 据说呀 大概有一千多名绿营兵 这主帅呀 是一名汉将 官职啊 是提督 要说这官职也不小了 从一品 有人说这又错了 那应该您纵一品 哎 不行 打小啊 跟老先生不是那么小的 念不出来 也就是说呀 这官职啊 大到什么程度啊 比这刚封为正一品的 大将军赵慧呀 只矮了半级 那么说这傅奎 带着这一千多人 干嘛来着呢 咱们还得单把他提出来说说 因为这个傅奎 和他的这支部队呀 截杀了一支维吾尔叛军 这支维吾尔叛军呢 为首的就是最早作乱的 那个维吾尔的伯克 蒙嘎里克 哎 就是把和企骗到草原 最终导致和企被杀的 那个维吾尔伯克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 说这个傅的爷呀 那天带着自己的一千多人呢 在这个草原上巡逻 就在这个岩池附近 这岩池是哪啊 这岩池啊 我估计就是现在的哈密岩池箱 那有人说不对 这蒙嘎里克这会儿 奔那干嘛呀 再往前走 不远可就是甘肃 就是九泉了 他奔内地跑什么劲呢 这会儿啊 按说他应该躲在这个草原深处 享受他该得的那份胜利果实才对呀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吵儿子呀 因为上完书咱不是交代了吗 他儿子呀 被这雅尔哈山捉了 就在他造反的同时啊 他儿子正和这雅尔哈山碰上 那这清朝将领能饶得了他吗 于是就把这个叛贼的儿子给逮起来 扣在了巴里昆 这蒙嘎里克带着四五十骑兵啊 来到这个内地 就是为了打探这个他儿子白河卓的下落 只要啊能救出儿子 到时候该花钱夸钱 该认怂认怂 就在这当口啊 跟这魁爷碰上了 这魁的爷一看呐 呦你这个叛贼就带着四五十人 就敢往这内地深入 老爷我这儿啊 有一千骑兵 干脆给你包了饺子就完喽 那还用费劲吗 一千人打五十 气着咔嚓呀 转瞬的功夫 这死的呢也就死了 这活着的捆的都跟粽子似的 这兵士们呢 就把这位维吾尔的伯克 哎 蒙嘎里克捆到了这个 魁的将军的跟前 这蒙嘎里克抬头一看呢 这傅魁啊 撇着咧嘴子 真看着他呢 嘴里头就滋出一个字来 宰 那还不容易吗 手起刀落 这位伯克大人呢 就该见哪个神呢 见哪个神去了 这傅魁觉得自己啊 那简直是奇功一见 于是呢 也没和别人商量 哎 没通知主帅 自己就写了一刀奏折 停记回了北京 哎 这奏折的内容啊 就一个 就是为了爆劫呀 那乾隆皇帝 看到了这封奏折之后 他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不高兴啊 直接这皇老爷子 就把桌子揍了 然后呢 就是大骂傅魁 这个混蛋 那么说啊 这傅魁杀了叛贼 这皇上 为什么还这么生气呢 这奇异啊 这乾隆皇帝 说的清楚 说这蒙嘎里克为叛首 当厌定行踪 也就是说 这种人呢 你前线没有处置的权利 你应该押回北京来 咱们三堂会审之后 给他定了罪 然后行刑于事 是以警制人 你这个 在镇前就尿不敲的 给宰了 算怎么大回事啊 你不用跟我狡辩啊 说这个蒙嘎里克 是死于乱军当中 一千对几十 你拿不住一个活的吗 这第二句呀 这乾隆皇帝说的 可就不光是富贵了 这一句话就阐明了 这乾隆皇帝 大清朝廷 对绿营兵 乃至绿营将领的看法 据青史稿所载 乾隆皇帝在此事以后 欲满朝文武 向来绿营将变 怯弱取巧 好为张大 是以此番用兵 从未唯一专任 知其不足极事也 这乾隆皇帝说呀 这绿营这帮将领 向来就是又胆小又贪功 所以说呢 镇公我呀 知道他们这点的毛病 所以在这次用兵当中啊 就没给他们专门派过任何任务 我就知道啊 他们屁事也办不了 这乾隆皇帝这话说的 就有点装孙子 这前两天不是刚有一员 汉族大将 诛杀了杀个多数半计 才算给您吃了一颗定心丸吗 这算不算是转过头来就骂街呀 这还不算完 为了这件事情啊 乾隆皇帝还单门降了一道旨意 这旨意上面说呀 富魁杀落猛盖利克 菲特切诺贝妙 其中不误别情 主要传于雅尔哈善即将富魁 拿解来精审讯 这道圣旨写的多明白呀 他说呀 这富魁呀 把这猛嘎里克杀了 这里边啊 肯定有别的情况 雅尔哈善你呀 把他迅速的递捕回京 我要好好审外 那这一审呢 很容易就审明白了 好魁呀呀 顶不住三板子 哎 判决书上啊 是这么写的 富魁其欺狂妖功 情罪甚为可恶 绿营习气恶劣若此 不可不严加逞创 富魁酌继终此 并将此通行逐于提督各标营 以此为鉴 立出从前恶习 以速军迹 得 这魁爷呀 不但没立功 反而把脑袋玩丢了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啊 这说明了到了乾隆年啊 这大清朝廷 对这个绿营兵啊 还是不信任 今天咱们讲的这些呀 那也就是啊 这整个这个平准战争当中 这乾隆皇帝对绿营兵的看法 不过呢 您也不用太当真 谁有本事啊 这朝廷就会重用谁 您像咱们乾文书讲的 这个严相师 作为一位汉臣呢 还不是挂象紫光阁 成了这个武士功臣之一吗 今天呀 咱们说就到这 明天呀 咱们要说这赵会三进一礼 平叛北疆 我是给您讲故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